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最近苦瓜又接了不少 再两根来吃 现在早晚比较凉 要穿长袖长裤了 最近把青菜慢慢种起来 这里好久没有下椅 太干了 天天都要浇水 好麻烦 一次里的水也用光了 再来把茄子摘了 不摘了又被鸟吃了 不过我也不知道是被鸟吃的 还是被老鼠吃的 好多茄子都是这样 你们说这个是被鸟吃的 还是被老鼠吃的呢 现在煎的茄子都这样 不大一个 前几天播种的黄心菜 芥兰芥菜都出苗了 这里的是萝卜苗 撒的种子比较多 再过两三天就可以拔来吃 这里是后阳台 只有上午才有太阳 这个是香菜的种子 昨天泡了一天 这个是先碾碎一下 再用来泡的 种子泡一下 出苗快一点 天气热也可以放到冰箱里吹芽 加些泥土拌起来播种 这样播种比较均匀 上面再干一层土 香菜的种子比较大 出苗也比较慢 需要多盖一点土 之前在盆子里育的芹菜苗 长得不怎么好 前段时间天气太热 出的苗没有剩几颗 现在又重新浴上一点 撒上一层草木灰 草木灰可以促进种子发芽 还可以撒进防虫 再用铲子稍微轻轻拍一下 土稍微轻轻压一下 长出来的苗更好 浇水的时候也不会把种子冲出来 这里没有稻草松针之类的 如果有那些的话 在上面盖一层比较好 可以保暖保湿发芽也比较快 我就用前段时间买的土光布 铺在上面 铺上后可以保湿 几天浇一次水就可以